新闻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内阁已经在10月14号同意 让我国加入全球新冠疫苗计划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凯理指出 为了保证我国获得至少一成人口的疫苗 政府已经拨款超过9000万令吉 来参与这项计划 凯理今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行动党八眼区 国会议员林冠英的提问是说 加入全球新冠疫苗计划 是让我国多一个得到疫苗的管道 同时降低透过双边协议方式 获得疫苗的风险 他也提到总检察署审核了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合约条件后 内阁在本月13号决定 让卫生部签署购买权合约 目前正在和有关联盟敲定签约的日期 感谢您的观看